继续回到第三场赛事 四班千二的短途赛 一二三 七八 加上十二 状态都fit的 无码作出配备的改动 先看这只团结必胜 其实这些码我觉得它转变了很多 虽然上一次去谷祖书 前一次沙田千二游书 但是这些码的僵口 它赢的时候是瘋的 现在这些码真的好了很多 好了 看看这一只人和加盛的拍跳 特意都选了几货神操给大家看 它近期经常都很行的 这一货给了一个头罩它都很肯走 今早见晓学员弹集都是 好像拉不住那样 对于一只体型这么小的码 其实这只码单跳都会上口 它拍跳的时候 它已经不止这次是这样 它以前都会 一被码追就哄哄哄地来的 是啊 立刻看回这些货 今早出集就顺的 没问题的 但一起到一步 江城又短一点建杂学员 后来可能它都是跳那只170的建杂学员 那只总统之声又是都问不住的 它挺大胆的 可以给它试 都好 给多些机会 好 桃花盛 都是状态一直保持得很好的马 兜大湾不转脚都不断上名 再来就领航神区 这些人在神租暂时的形态上还是比较普通的 说真的 它不是有什么特别吸引之处 纯粹跑过质数跑过档位 上次它也第四的这只马 好 无敌精英 都没什么很大变化而已 都是一只三岁年轻的马 在香港第五次跑 还要第一次跑去谷草 再来就激多幅 这些今年都跑得比较少一点 那它又是一只新马插班的马 就是去年新马班的 未够放松 这只马还是耿速一点这步 好 接着看看多姿多才 那又是了 基本上你说状态 其实这些马 什么三生好运啊 多姿多才啊 以战养战啊 其实我觉得它们差不多而已 看形势做不做就而已 好了 这一对马 就埋遍那只颜色黄纸 又是经常都顶得很辛苦的 今早跳又是这样 各取所需就反而顺畅一点 人家的形态上放松一点 好了 接着看看后面那只 古朗精彩 4月4号试的 其实找了很多上星期落草地的那些马 这只马呢 有在神操里面再转的 面固 它可能有一些惊青 大家可能都记得以往呢 它是很喜欢戴鼻孤跳的 但是出来跑呢 它就很少用那个配备 以前那只马呢 走起上来有一些恶高的头 不是这么规矩的 逐步逐步学到一些东西 越来越好 那好 接着是福滿寶 那么它都要小心 个那只马去体型来做 因为上次跳都没跳 又在彭幅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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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到 那次又出圈 那也好些 好了再看一下这只 转了仓的多多欢笑 近海旁占先了 近鏡的樣子都不錯 這隻163馬大家自己查一下叫什麼名字 轉了倉雖然體重不是很大轉變 但感覺上我自己好像大隻了 芙蓉莊就在前面 後面經常都好看的 王者騎兵 我有時是覺得他的腰有點緊 但是跳起來都好像鬼火那麼漂亮 好了,來到後備馬 起旺材都還在教 圓著懶挑的 但是你看到他的出步都不是那麼順暢 還可以 回到第三場 四班千二米 這次四班千二也有拆組 第三場和第五場都分別舉行 這一組其實剛才號原提及過一號的團結必勝 我自己都覺得他挺漂亮的 近期他幾課快跳 自己都剛好遇到見到他跳 有一課落古地 隨時都配備跳 那隻馬呢,他很爽 但給我的感覺 他不是說過勁過行的那些馬來的 那課實是周俊樂跳的 好了,今早 就給他原始在泥地跳的配備 都跑了 希望他穩定一點 跳得慢一點 他又做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團結性 上次呢 或者他是輸變化地都不定的 所以今次希斯都再過來給他搏 搏呢 搏谷草呢 都要小心他 希斯後面那些馬呢 有什麼馬有什麼變化 其實很多馬都跑得很密的 有些譬如5萬6萬 那些經驗又淺 那倒下11萬 多多歡笑 起碼看到他外觀 養得好 跳也都跳得不錯 那些沒有什麼馬鹹之下 把他拉起來 是啊 團結必勝那一課 我想他好像只是紮理 最後還要比 還可以將到這隻馬這樣 就是可能是概念上面 就是因為 喜歡那些馬放鬆一點的 就算跑短途 你都要衡量每一隻馬 過往性格是怎樣 黏了 其實這隻馬還是很急的 就是那時候都贏了 你預期應該很厲害的 但其實你看到這隻馬 不斷不斷地去轉變 上次應該那個地一定是有影響的了 反而這樣我覺得 對這隻馬現在越來越放鬆了 這個絕對絕對是好事來的 這樣就跑短途的 B難 那照計點都是排內蕩的好處 其實人和家成 這次做的功夫 簡直是全身功力這樣壓下去 你看拍跳都兩課 最後事發都大埋閘 那你很不幸就是排了11蕩 你要到時看看他怎樣發揮 不是他排外蕩不好 他是馬喜歡外面蓋人的 但是別人會賺過你 譬如一號碼會賺過你 所以到時你再慢慢量度一下 還有一隻11號的多多歡笑 就是我怕他試泥閘那一局 就不是那麼好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的 看看到時會怎樣 那 那 那 感谢观看